如果說帶導演的話 因為有些領隊這邊 我剛剛看到編排領隊這邊的試題就不一樣 內文一樣 可是他後面的試題 其實我們這個補習班滿用心的 雖然說是勞文的情況之下 所以有些教材大分相同 可是他那個 排了章節的順序跟示意跟他一樣 所以我這邊情況之下 我還要顧慮到這個 我開始錄影了沒有?還沒有? 開始了嗎? 顧慮到很多那個就是視訊班的同學 所以變成說我這邊 像我老師我呢 我就要兩邊頁數都要顧慮到 不要以為看你對數的可能在第10頁 導遊說可能在第38頁 在說我這邊要顧慮到第10頁 所以我這邊沒關係 你們帶一本沒有關係 我來遷就你們 那我們今天的進度 今天我們進度是有三個進度 就是旅遊安全 然後呢就是緊急事件 跟急救常識 如果還有時間剩餘的話呢 我們可不可以講一些心理學的東西 如果還有剩餘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心理學的話 下禮拜講 因為我們在第二個禮拜 我們總共六個禮拜 對不對 那我飄悟這邊呢 我盡量能夠磨出六個終點來上飄悟 因為飄悟來說的話 我認為是對你們來說的話 飄悟要我講解 你們來聽得懂 其他的話 可你們看文字的部分呢 如果老師萬一沒有講完的話 至少我跟你講 做給哪一頁 你們自己自教的 可能還沒講過的需要 但航空票一定要我講解 所以航空票我要多一點 最後還有國際理事要最後面 所以基本上我們後面市場 各級光額就分配在飄悟國際理 跟所謂的這個心理學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儘量把這三個部分 我要做一個 跟各位做一個這個講解 那我這邊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部分來說 今天這三科來說的話呢 就我們不管考理 對導遊 都是共同科目 那這三科來說的話呢 算相對題目來說 相對比較容易 各位不要高興太早 相對比較容易情況之下 你們的得分率反而要抓得高 也就是說如果出十級的話呢 你們至少要八題的答對率 你這樣才能夠安全過關 如果我們這種題目的來義度 來分配情況的時候的話呢 你這三個單元 不管旅遊安全 幾次見過急救常識的話 大概要這樣子 那這三科來說 這三科大概將近差不多 二十題到二十四題 這三科加起來 大概佔了題目數量這麼多 那急救常識來說的話 領隊隊會比較多一點 其他旅遊安全的題目 都差不多 有大概三個加起來 就這麼多 所以一概來說的話 我跟各位 把這個考題分析 跟各位分析一下 那這個來說 旅遊安全跟緊急事件的話 都是一般我們食物上 用帶團的過程當中 食物上面會碰到的 所以它很多來說 都是食物帶團的一些經歷 一些過程 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比如說 你對帶團出國的情況下 萬一碰到 有人掉錢了 有人掉護照了 萬一就是汽車拋毛的 或有人吃壞肚子了 該怎麼辦 這叫做緊急事件 考慮安全的問題 另外 有些像國外發生一些怎麼樣 戰爭 傳染病 或者專業什麼樣 就是一些示威抗議 像這一類的情況之下 我們到底有到國外的 如果碰到這一類事件的話 一個領隊在現場 該做怎麼樣處理 等於說 這個部分情況之下 都是考驗領隊這邊的 應變能力的問題 這來說 都是食物這種東西 所以它考慮的範圍情況之下 相當的廣 也相當的常識化 也就是說 它並不是說從哪一本書 或哪一本教材 來出題目的 但是說帶團的食物 不能當中的情況下 會碰到問題 那你該怎麼解決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各位本身 你們沒有帶團經驗情況來說的話 就是 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般 憑國籍 就可以判斷的題目出來 比方旅館發生火災 身為領隊呢 該怎麼辦 是一個第一個 跑呢 還是要敲客人的方門 答案是什麼 好啊 什麼好 那這個 對 當然來說話 食物上第一個跑 當然是應該的 不過基於人道立場 你看就是敲敲門 人道上你要這樣做一下 所以不能說 第一個就出來先落跑 你知道 來說旅館就氣固 這個旅館也不顧 所以 答案的問題 一定要按照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標準答案 人道進來打 可是食物上發生的情況下 你第一個跑 原來沒怪 對 當然旅館要跑第一個 就上次那個 不是游人撞船那個時間嗎 那個船長 一讓一船長不是第一個跑 對不對 好 那這位告訴我 那既館子來說的話 就比較稍微要注意到 既館子分內科外科 內外科 內科來說就是我們內科的疾病 比方可能發生中風 心臟病爆發 氣氣喘 有可能發生 那外科來的話 就是說一些外面傷害 中暑 那個衰竭 或是說像什麼 被蟲咬 或是像這些 那這些急救常識 那急救常識來說的話 過去的考題來說的話 我分簡單跟難易 就是難易型的 比較難的情況來說的話 就問你怎麼樣 正確執事 這我自己的